来 现在我们来煮一道毛瓜炒冬粉 所以这道又外名叫做大姨妈家女儿 这是其实有一个故事的 里面的材料很简单 如果你是素食者的话 我们就准备姜丝 这个只有半条的毛瓜 还有三饭之一的红萝卜丝 然后少许的冬粉 首先我们先把锅热一热 然后放一点点油 然后把姜放下去爆 姜 这个时候我会早起的花雕酒 然后就把肥盘 毛瓜虾和红萝卜丝一起下去炒 这个大概是三个人一次 就锅 可以加一点水 不要太锅 不要烤得太水 好 炒香了 那个毛瓜已经软了 我们就下调味料 调味料就是水域里面 然后我里面就放了调味料 一点树蚝油 一点胡椒粉 我们再把它翻炒一下 烤到你看 你感觉到那个毛瓜已经软了 那你就下冬粉 把冬粉给烤下去 可以加多一点水 因为那个冬粉会吸掉里面的水 所以你把它加多一点水 那个时候你就试一下你的味道 这样子就可以关火 这个 把姨妈搞了一炒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就可以开饭的 这样就是一道菜 再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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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